就從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晨 南韓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一夜 南韓總統尹錫悅直接宣布戒嚴 戒嚴這件事情其實非同小可 台灣之前也經歷過 除了黨禁 宵禁 暴禁之外 現在就連武裝部隊都進入了國會大廈 對此 國安局長蔡明彥 今天早上來立法院備詢 我方掌握情況如何 聽局長的最新回應 好 我想這次事件主要是 韓國國內的政治紛爭所引起的一場風暴 那目前已經暫時的落幕 那國安團隊在第一時間 已經把相關的狀況有跟總統做承報 那總統也做了指示 希望國安團隊可以繼續的 來掌握相關朝鮮半島的情勢 所以國安局這邊大概後續會 嚴密來注收的資訊分為三個部分 第二部分是相關的事件有沒有去影響到 韓國國內政情後續的一個發展 那第二部分是相關的發展有沒有去連動到 朝鮮半島情勢的一個變化 甚至去影響到區域整體的安全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韓國國內 要進入一個比較不穩定的階段 會不會對於韓國國內的社會安全秩序 產生一些影響 而去影響到國人富韓 不管是我們的僑胞或我們的留學生 或觀光客的一些人身安全 所以這部分的資訊 我們會持續的來掌握 那也提供相關部會來做必要的事情或處理 那同時我們也會跟國際友們 一起來保持密切的一個聯繫 來掌握整體超前半島情勢 後續發展的動向 從昨天深夜的韓總統隱席月宣布戒嚴開始 韓幾乎是亂成了一鍋粥 包括首爾 包括明東這些地方 都出現了民眾的示威遊行 而重點呢 就在乳伊島的這個國會大廈這邊 包括說國會員一開始要進去 都是進不去的 而且武裝的部隊還有警察 全部都擋在門口 甚至示威群眾都到國會大廈這邊來抗議了 就在宣布戒嚴令之後呢 190名國會議員出席在國會裡面 而且是190票 全處通過要求解除戒嚴令 對此呢 韓總統隱席月他也順應了這個國會的決定 宣布戒嚴了 這短短五個小時內 幾乎可以說是風起雲湧 對此五個國安局表示呢 我方都有掌握相關情資 也把這些情資同步交給這個 目前正在出訪中的賴總統 賴總統也指示說 我們會繼續掌握相關的情資 做好適時的應對處理